昔日仙主刘备曾仲菜于曹魏 而与曹梦得主久论英雄 惊雷调主 杨庄并无大志 才躲过一劫 而后 后主刘善尚已能乐不思蜀之言 以存自身 可见后主之志深也 而况在位四十载非常人也 若后主刘善无能 岂能安守蜀国 李特却说 刘善有如此江山而将于人 岂非庸才 张凡也说刘善懦弱 心无害力 历来世人对于亡国之君 或包或贬 终说纷纭 各执一词 实难分辨 况且乱久而至的三国时期 蜀国被魏国所灭 陈寿修史 蜀国无史观记录 多有遗漏 而后明末清除文人罗冠中作 三国演义为情节 需要对事实情况加以歪曲 导致后主刘善的真实情况 在几百年历史长河中扑朔迷离 明忽 蠢忽 让我们扒一扒固执堆 找出一点线索吧 以后主刘善的一生 后主刘善由刘备 执起甘夫人所生 相传甘夫人夜梦吞北斗而怀孕 生子故而给小孩 起小名约阿斗 《十一记》中记载 甘夫人身出寒门 但是幼年看向之人 说她是富贵之人 地位十分尊贵 可以到皇家宫殿居住 果然 女大十八变 待到甘夫人十八岁后 出落得如芙蓉一般 皮肤洁白如玉 当时刘备身居玉中木之植 驻扎小配这个地方 有人就将甘夫人献给刘备 刘备收尾二房 之后甘夫人与弥妇人 侍奉刘备起居饮食 刘备好女色 特别喜爱美貌的甘夫人 不久就和甘夫人有了阿斗 刘备前半生颠沛流离 家眷也跟着东奔西走 先驻曾为草主 孟德所追杀于当阳长板坡 无奈之下丢弃二位夫人向南逃窜 甘夫人携带阿斗在战乱之中逃生 一度想抱着阿斗跳颈明治 以抱刘将军之恩 还是赵云及时赶到 抱着阿斗杀出重围 救了强宝中阿斗和二位夫人 刘将军年四十六岁得子阿斗 且为家中长子 自然身受刘备喜爱 但是甘夫人却在他四岁之时 因病去世 确实母爱的童年是不完整的 之后阿斗由禁母孙夫人安排教养 但孙上香却将他视为政治筹码 试图带到江东吴国做人质 幸亏张飞将军和赵云将军将上拦截 夺回阿斗 之后改由吴夫人教养 当时阿斗只有五岁 严酷的政治斗争让刘备提高了警觉 请了简庸等门官 轮流担任老师 教导刘善 为了提高刘善的见识 学习治国理政之法 列出申子 韩非子 管子六涛等谋律书籍时常教授 又让刘善拜一级为老师学习左传 不光是这些 还让他习武 史书中曾提到后主刘善学舍于舍山 在成都县北十五 离 直到白帝城脱沽 刘善一直在安乐窝中度过 蜀汉 闻有诸葛孔明 无有无虎大将 加上父亲刘备笼落人心 蜀国团队还是有很强的竞争力的 而白帝城脱沽是历史的转折点 刘善被临危受命 当年只有十七岁考验就要开始了 然而 诸葛孔明一把揽过军政大权 溜出奇山 试图光复中原 刘善坐真后方负责稳定团结 其实刘善并没有掌权 史书中记载正是无据细 贤局于量 最后诸葛亮丹经节律去世 刘善才完全登上王位 这时候距离白帝城脱沽已经过去十一年了 之后是真正属于刘善的时代 一直到二十八年后 魏国大将军邓爱攻进成都 刘善投降魏国 被迫牵制魏国 刘善在魏国被封安乐侯 八年后刘善去世享年六十四岁 二后主的昏溃之举 有人说刘善蠢无外乎 刘善随意相信两个不该相信的人 黄浩与乔州 黄浩是宫内宦官 阿鱼县位 处心积虑笼落钱财 冬云等人匡见刘善 责备皇后 冬云在时 皇后始终不敢为非作歹 但是当冬云死后 皇后专权 纵容刘善声色全马 并逐渐介入朝政 将自己的政敌一将之 贬官 甚至将为也不得不去屯田 离开军中要职 致使军队没有领兵智能将 真实的民情 敌人的实际情况和好的建议 也不能传达到他这里 这就相当于自己捂住了自己的耳朵 久而久之失去民心 后期作战毫无战力可言 致使大战来临无用兵之将 甚至粮食不足 为国来时只能不战而降 乔州是属地大儒之一 门下陶礼城 林诸葛亮曾经受官职劝学从事 刘善策立太子之时 受太子扑千太子加力 可见乔州曾辅佐刘善 是刘善的熟悉之人 历来反对江维北伐助筹国论脱名百姓疾苦 只占天下 后来未将邓爱攻打成都时期 极力劝谏刘善投降 因此被魏国授全国之功 授封杨成廷侯 刘善信任则二人实在是愚蠢之妻 皇后小儿花言巧语 可蒙蔽朝政 然则刘善未曾察觉乎 众人劝谏仍不悔改 一位宠信坚定皇后 而乔州身为大儒 虽有治国爱民之功 然则无爱国之心 先帝创业未办而中道崩粗 乔州拾君之路 然未作忠君之事 反而让后主以身投位 劝人为求刘善竟然相信乔州 何其淳也自古兵可将将 可将军那里能降 三后主的明智之句 说刘善明智之处亦有二点 一是相信诸葛孔明 二是乐不思蜀 诸葛亮收留被之托 辅佐刘善 刘善不仅没有反抗 主政夺权 反而以诸葛孔明 马首是瞻 事实问诸葛亮 主意把决策之权交给诸葛亮 此乃明智之举 论赤国理政 他不如孔明 论人心向背 他不如孔明 顺从是最好的 也是无奈的选择 诸葛亮死后 他拒绝别人前去奔赏 由此可以看出刘善是被动 接受孔明辅佐 并且做出了假意顺从之举 有十一年之久 可见刘善并非是糊涂的 他选择了一条明智之路 同样乐不思蜀 更加明智 当时蜀主刘善移居长安后 司马昭设宴期间 歌蜀汉之曲 就称闻者痛哭流涕 但刘阿斗沉迷于酒色 无改颜面 司马昭甚是惊奇 就问他 司蜀佛 乃至刘阿斗乐呵呵回答他 此间乐不思蜀 然后不久 司马昭都一派人守着他 刘阿斗感受到监视 于是拿了个牌匾 尚书中山寨挂在了府门口 司马昭知道后又大笑 打消了杀他的意图 众人不解其意 司马昭说 你们倒过来读一下 看看原来是在山中 这是刘善又一次表明 自己没有在东山再起的意图 让司马昭放心 这样自己的性命也就保住了 才能够安稳地度过自己的一生 相比起其他帝王 他没有波澜壮阔的一生 但是结果也不差 虽然被人谩骂 但是保全了自己 这个时候我突然想起重真定 在城破之时 叮嘱自己的一双儿女 不是复仇 而且教他们怎么保全自己 见到人要说好话怎样心里 帝王难当 陌路帝王更难当 刘善此举 堪比孙殡装疯卖傻 骗旁军之计小结 终说纷纭 然更多的人受到史学家的影响 更愿意用一个庸人来评价刘善 庸乃平庸也即普通人 陈寿在三国志的属后主传中写道 后主任贤相则为巡礼之君 或燕间则为昏暗之后 传约素思无常 为所染之 信已在 他只是被推上了历史的舞台的普通人 毫无选择而已 智力平平 武功平平 年幼差点死于冰祸 年少几被结为人质 随父亲战乱迁移 被笼罩在丞相的阴影之下 许多年他没有任何安全感 带到自己统领江山 已经没有了精气 倒不如装糊涂 平安快乐过一生 你是怎么认为的呢